汇景控股09968公布截至今年6月底止中期业绩 期内合约销售额64.11亿元人民币,下同 按年大幅增加162%,营业额30.93亿元 按年升35.8%,期内日利4.53亿元 按年升48.2%,业绩表现理想 盈利能力稳步提升,政府早前针对内房设立三条红线 进步一家大监管,使得房地产业将会迎来新的挑战 但因集团自身财务状况健康,政府债率紧14% 低于一般内房股,故在全新的经济和政策环境下 仍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,集团制定一主一核两翼的业务格局 不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 选择并收购具有战略性区位优势的地块 截至6月底,集团土地处备约357.9万平方米 包括26个项目及5块土地 分别位于大湾区,长三角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及成余城市群的12座城市 未来随着集团进一步深耕越港澳大湾区 提升其余所在区域的市场份额 将为集团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阻力位为2.19港元 支持位1.75港元 !